欢迎收看2017年10月14日星期六 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星新闻 我是洪玉江 首先关心在台湾南投维星圣教八卦圣城 目前积极进行王禅老祖25米大精深建设工程 预计2018年6月18日农历5月5日端午节之前落成 象征王禅老祖的智慧与威德力持续影响着这个世界 守护天地人间灾节止息安定和平 请进入相关工程最新报道 维星圣教八卦圣城王禅老祖大精深圣像工程 近日进行圣作七十二天师石雕圣像调装工序 宗主浑玄禅师十分关心精深施工的状况 时时巡视关注 看着片片的天师石雕圣像 小心谨慎的调装组合 宗主也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项工程是维星圣教八卦圣城近期 除了维星圣教学院校舍信建工程外 极为重要的一项建设 宗主遵天法旨 为宵解世间之灾节 进行老祖大精深塑像工程 参与工程的人员都十分努力 为工程圆满完工而奔忙 包括规划院张院长 袁朴法师 袁权法师 及谢建筑师 东南景观公司 邱惠平小姐 以及施工厂商等 全都努力以赴 小心谨慎 积极施工 不但要做好 做完 也要如期圆满工程 即四日 老祖掌中八卦吊装安置完成后 圣座周围七十二天师 圣像石雕 开始进行吊装 施工人员小心翼翼地吊挂 安设一片片的天师石雕 将石雕固定在老祖圣座四周 犹如七十二天师 护驰代表王禅老祖 光降凡城 共转法轮 宗主在一旁关注施工进行 也与来八卦圣城游弃的 善性大德们显化家常 开心合影留念 维新记者游慧玲 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接续进入宗主行脚报道 混元禅师十月七日 前往嘉义太保市中兴道场 指导住持圆境法师 以及闲室同修 关于道场新建设 天池的工程规划 结构细节 以下参与当日的过程 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七日来到嘉义中心道场 与同修们闲话家常 巡师道场建设及法务推动 并指示新设天池 宗主来到中心道场 关心问候在场的信众 与同修们 也为同修的孩子身体病痛状况 关怀加持 希望今世的苦难 今生修行 化解累劫冤战 同时也听取同修们的疑难状况 根据所用意志挂象 为同修们指点解决之道 排除困难 然后能安心修行 宗主义指示 在中心道场左前方空地 辟建一天池 以完整道场整体的风水布设 宗主与道场住持圆境法师 及同修们一同来到预定地 以石灰标示位置 并缠结水池基座的结构 形状 深度 也指出水池阴色喷水 让喷出之水花广阔等等要点 圆境法师均一一记录 如法诗作 道场的闲事同修们 也热情鼓舞 踊跃认捐天池建设基金 建设自己的道场 让道场环境更如法 更庄严 能够让道场辖内的信众 都来到道场修行 参拜老祖师尊 学习一经风水新法 让家家户户平安 国家社会和谐 天下太平 维新记者蔡文章 中心道场报道 维新圣教分寺道场 分布台湾各地 平日举办许多种类的法会 仰仗神佛的力量 照顾大家平安 十分欢迎各地朋友的参加 不分国籍 职业 甚至是不同宗教信仰者 皆可透过法会过程 来安定 安慰 供养自己的过往亲人 对于自己有恩有缘之人 最重要的是家族祖先们 请进入巴德道场 十月三日到四日 周年齐安消灾法会的画面 维新圣教巴德道场 于三日起见周年齐安法会 离请维新圣教饭辈学院 圆蒙法师主坛 率领诵经师 诵经祈福 助持 圆平法师主祭 带领和会大众同修贤士 虔诚礼拜 感谢王禅老祖大天尊 及诸佛菩萨慈悲加持 护佑侠内一切平安 百姓兴旺 道场法务推展顺利 法轮长转 先世同修 福慧增长勇猛精进 巴德道场成备丰富斋传 供养十方法界 恭送王禅老祖学庙真经 鬼谷先师天德经 及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等精赞 法宴供养 祈安直福 祈请诸佛菩萨慈悲光相谈成 加持自福侠内众生皆平安 和会大众 福慧双修 忏悔洗尽诸罪也 以恭送金赛的功德回向 拔建个人累结冤亲债主 解冤宵夜自信光明 道场同修义工也积极进行法会各项法务工作 香机组的同修在厨房蒸煮炒闸 辛苦准备贡品 有的洗菜 有的切菜 有的职产当大厨 有的负责摆盘上桌 一切为圆满法会而奔忙 外场的同修则忙着摆设 普桌贡品 一一把贡品依序陈列上去 以身体力行的五位师来供养法界 大家一起圆满这场巴德道场周年庆的法会 在四日午后开始甘露诗时 供养一切有缘诸众生 与法会谈成联位上 冤亲有缘诸林 大家乏喜满意 法会圆满 维新记者陈清泽 沈财景 巴德道场报道 屏东道场 9月30日 起建成立12周年 齐安消灾法会 在道场主任袁秋奖师的努力 显示同修的热心奉献 以及乡亲邻里朋友 大家的参与中 平安顺利圆满 维新圣教 屏东道场 于9月30日至10月1日两天 起建12周年齐安消灾法会 由道场主任袁秋奖师主继 离请维新圣教范拜学院 原蒙法师率领诸诵经师主坛 带领和会大众同修贤士等 一同恭颂诸经 法言供养诸佛圣神菩萨 甘露普师侠内法界众生 与连坐上听经文法有缘诸灵 祈求诸佛慈悲佛光普照 加持赐福 辖内百姓一切平安 屏东道场法务顺利 法轮常转 法会在30日下午 眼镜引魂后正式展开 原蒙法师带领和会大众 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鬼谷先师天德经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等诸经 功德回向谈诚上听经文法有缘诸灵 祈愿有缘诸灵节德新开异解 往生净土 极乐国 屏东道场 义工同修们也都尽心尽力 准备各项贡品与首识普桌等 因道场地方不大 义工们以一篮一篮装着贡品 替代普桌来供养有缘众生 于甘露诗实法医中 借着诸佛菩萨的微神力 一力三千供养十方有缘 愿来者皆能保时 心安得物 往生大道净土 法会顺利圆满 元秋奖师带领同修大众 感谢天恩 感谢元盟法师 与朱宋金时协助法会法仪 感谢同修大众三届万灵与会 维新记者庄孝举 屏东道场报导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每个月农历初一、十五 分布在台湾各地的维新圣教分寺道场 都会举办朔旺法会 同时为丁酉年点平安灯的信众大德 条列相关资料与祈福事项与文书 禀告天地 金宝回向 法言供养 欢迎十方大众一起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愿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8月15中秋月圆人平安 家家户户庆团圆 国历10月4日是农历8月15中秋节 也是福德新军土地公寿淡 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一例举行所望安灯祈福消灾法仪 为安灯信众祈安消灾 也祝贺土地公圣诞 祈请护佑百姓人人平安 家家团圆 钢山道场同修 于三日晚间齐聚道场 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与鬼谷仙师天德经 功德回向 祈请诸佛护佑荷家平安 月圆人团圆 三宝寺 大安寺 高雄道场 麻豆道场等 都于四日举行祈安法会 前程准备香花果篆等贡品 与会同修恭送金灿 真经妙意 法盐供养十方 祈请诸佛圣神光匠 加持赐福点灯大德 元神光强 消灾解恶 一切平安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位于台中市第三期重画区 有座土地公庙 因土地重画区搬迁 现任主委 也就是义京大学同修 吴贤士 经过一番努力 同时遵循维新圣教 义京风水法则 为土地公庙 重新拟定坐项 施工 直到土地公 入伙安坐 一切顺利平安圆满 以下了解贤士同修 社会服务过程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的 五福福德祠 四日恭祝福德正神圣诞 宴请乡里嘉宾 感恩土地公 福佑百姓社区 辖内皆平安 五福福德祠 福德正神 神威显赫 雇佑相邻 协助治安 原来所在庙址 因土地重画而需搬迁 现任管理委员会主委 吴长通先生 是维新圣教贤士 跟随宗主习议研议十数年 依照所学 则定搬迁限制 并与负责重画单位 努力协商后 迁移至松竹路限制 依照风水法则 规划福德祠新建 并于去年五月 入伙安座 福德祠前 名堂广阔 暗山优美 自入伙安座至今 来前程礼拜 福德正神的民众 络绎不绝 祈福祈安者 都大有所获 今年六月 在台中西屯区发生一起凶案 但警方苦寻不着凶案的犯案凶器 负责此案之承办人 于福德祠安座后第二日 来到福德祠上香 请土地公帮忙 十分神奇的是 在数分钟之后 其寻获凶器而破案 让人见识土地公 威灵显客 忽悠百姓之功德 吴主委表示 非常感谢我们维新中 维新电视台 文言禅师的教导 才有我们今天的 辉煌的成绩 将在维新圣教所学 一经风水 运用于福德祠之 选址新建 回馈乡里 造福百姓 也希望大家都能一起来学易经 令家家户户都平安 维新记者张诗言台中报道 本周分四道场社会服务 有三项主题分别为 妙法谱传上两法仪 助念服务 以及婚礼祈福法仪 一起来参与社会服务的过程 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原理法师 五日为台南归人地区礼前世 新建屋宅主持上凉仪式 原理法师考量屋宅作像 主人生肖 其董公择日选后 粘挂请示王禅老祖师尊 则定农历八月十六日 为李府新建屋宅举行上凉仪轨 原理法师依法主持上凉法仪 带领李贤士一同供念 新建屋宅祈安吉祥文书 并用静香眼镜钢梁后 明炮上凉安置 李贤士在原理法师协助指导下 用七色线绑住中几 原理法师以朱砂为中几开光 等日后冠将完成吴宅兴建 大安寺梵贝班同修 六日则前往新北市林口区 为十八届学员洪贤士慈父往生 举行助念法仪 梵贝同修带领眷属门 一同恭送阿弥陀经 并依往生助念法仪 恭读文书 告知新归缘 世间福源已满 应速速放下一切执着 随着恭送阿弥陀佛佛号 坚定一心 往生西方 跟随阿弥陀佛回归西方佛净土 助念法仪圆满 家属感恩 礼谢梵贝同修们 高雄道场梵贝班同修六日 前往初级十六班同修林贤士家中 为汤府长子 预定于二十二日举行的结婚典礼 进行拜天公谢天恩仪式 诵经祈福 法仪于五十举行 主家前辈香花果素斋 红圆寿面与喜饼 供养诸佛圣神 主人家汤贤士与林贤士夫妇 带领家人与范贝班的学员们 一起向官圣帝君与王禅老祖师尊上香 祈求结婚的新人们能白头偕老 一家和乐平安无财恶 并焚香禀告玉皇大天尊 感恩玉皇大天尊的庇佑何家平安 在公秉结婚祈福祈安吉祥文书后 由范贝班的学员们带领大家一同恭送 皇禅老祖学庙真心一步 并供养金银财博后圆满 回新记者张秀平 陈清哲 吕眼枪联合报道 教育讯息 请参与一京大学硕士学分班 研究方法课程 由李庆芳教授授课的精彩过程 维京圣教一京大学硕士学分班 研究方法课程 八日邀请实践大学国贸系教授 李庆芳教授 以学方法用案例 长智慧为主题 进行专题讲座 传授李教授于直化研究方面的 研究经验与方法 增加学员们对于敏锐度 及思辨学习的行动力 李教授于知识管理 直化研究 科技管理 策略管理 及组织行为 与学习等等领域 有专门之研究 在这场专题讲座中 李教授提出由提问 开始的研究思维 也告诉学员们 实时提问的重要性 同时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的互动 以及如何来解读事物 看待事物的角度 关系及环境等方式 李教授同时提出直化研究的 14个技巧 包括思维片 行为片 及实作片等 经由这14个技巧 及各个技巧的运用方式 例如教授提问法 否定提问法 313归纳推演 A4列举法 及因果串联法等等 来进行研究 能够让研究有条理 清晰明白 也能让研究者 不至于陷入混乱的思维中 李教授精辟的讲座 获得同修们一致的赞赏 与课堂中互动热烈 同修们用心思考 拍照笔记 课程中提出的方式与重点 并且感谢李教授 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讲 维新记者游慧玲 维新圣教学院报导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维新圣教三宝 《易经、风水与宗教》 法师讲师们 在各地的《易经风水》 《红法》讲座当中 让您看见 《易经风水》 对台湾人生活和教育的影响 以及《易经风水》 对于世界华人 各方面的实质注意 请进入台中道场 10月8日 于台中北区 长青礼活动中心的 《红法》讲座画面 维新圣教台中道场 原意法师 8日下午 在台中市北区 长青礼活动中心 举办《易经风水学》讲座 以每个人都需要平安为题 讲述如何求得平安的妙法 《易经风水心法》 并邀请与会相亲大德 大家一起来学《易经风水》 让人人皆得平安 家家户户 以至社会国家皆能平安 这场讲座吸引北区众多民众 前来听讲 地方贤达士生 也纷纷前来祝贺 演讲成功圆满 市政顾问 北区公所代理区长 洪区长 及长青礼长 林礼长 丽人礼 黄礼长 也都上台致辞 欢迎原意法师 为大家带来平安的法门 并希望乡亲里民 都能透过这场演讲 获得平安 原意法师 以平安的主题 带出我们的生活环境中 种种不如法的风水影响 导致人生的种种障碍 疾病 困扰 导致生活乱无头绪 陷入困境 完全是因为 未学习一经风水法则 不懂环境大自然的规律 而导致 让里民们了解到风水 对于每个人 生活环境的影响 与重要性 平安并非奢侈无法求得 而是必须了解自然的法则 生活于自然 就需融入自然 里民们也纷纷注记着重点 朋友同感 心有七七烟 而获益良多 讲座中也请到 同修田耕民来正道分享 以己身经历之案例 分享给与会乡亲 同时 维新电视台原青法师 也借此讲座 宣导维新电视收讯观看方式 希望乡亲们都能经由 收看维新电视节目 获得妙法 自己解决家中问题 维新记者张勋芳 李又欣 台中报道 接着进入新北市芦州道场 《易经风水》初级18班 10月7日开课当日的报道 《易经大学芦州道场》 《易经风水学》初级18班 7日下午于卢州道场举行开课典礼 由开课班导师 原封法师主持开课典礼 招收卢州附近地区民众 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新法》 让人人掌握自己人生 获得平安顺遂 原封法师以不知来路 焉知去路 来勤勉新学员们修心修口 勤学《易经风水新法》 了解大自然的奥妙与规律 原封法师与原济法师 也上台致辞祝贺新学员们 由此机缘来学习《易经风水庙法》 也勤勉同修们要有信心 有信心才能将法学好 但是往往很多人 他听了以后他不会去做 我会说话最好 但是 就是你没有办法融入 这个整个《易经》的里面的情境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 奇怪 奇怪 我进来一年 那进来三年了 还不如你进来 半年的呢 为什么 差在哪里 因为你对这个法的信心不够 还有你也没有完全的信任这个老师 信任王财老祖 所以我们师父常常讲 人人有个零三塔 这个零三塔下 要来好好修 零三塔下就只有 言而鼻舌身 学义呢 我个人认为 在我书所在我客户的方法身上看到很多事情就是 《易经》是我们的方法论 西洋的方法论是写的论文 我们的方法论是《易经》 《易经》不止只有三一命相符 三一命相符只是《易经》的一部分 是《易经》的妙法 但不是全部 《易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心法》 这是我们专门所所所教的《易经》跟外面《易经》不一样 风水学涵盖着环保学 家中不必要的东西 成年旧货 均宜出清 因为家中的每一种东西都有它的真气 即常人所说的 一物一太极 杂物太多 引起我们心情的灶乱 乱流电波 又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取舍之间 我们每个人当有智慧研判 录自风水学的奥秘 期待每周与您分享 唯新圣教宗教文化 《易经》风水教育 多元社会服务 学术发展等中门动态 与您结系善姻缘 谢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您在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点30分 下午1点 准时在维新新闻相聚 祝福您 福会增长 何家平安 再会 福会增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